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第18天的课程了 今天我们在讲一致性沟通如何化解冲突的问题 那今天的带给大家的一个理论是叫经验的模型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 我们说格斯塔的还有萨提亚 这个萨提亚在我们国内比较流行一点 但实际上在实证里面的话 这个部分被更多的是被用作培训和教育提升的一个部分 在做咨询中的应用的不是那么多 实证里面是少的 但是它都是有意义的 那么这个部分更多的聚焦 就像我们刚才题目一样 我们说的是聚焦在沟通情绪上 就是说我们一个家庭的很多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沟通模式出了问题 所以经验模型 更多的是我们怎么在沟通的方式上 去学习新的更好的一些沟通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完善自我依赖于家庭的一个凝聚力 也就是说正常的家庭会怎么样 我们先描述一个好的家庭 好的我们说的比较好的一个家庭 说父母的控制不会多 就父母是有控制的 还记得我们分享过权威性的家长吗 就是他是有控制的 但同事是有爱在里面的 那么孩子一种就是支持他们的感受和创造性 和冲动的氛围中去成长的 那这个还有呢 就是父母顺从孩子的话 接受他们的感受 丰富他们的体验 而且起到了保护和鼓励孩子 然后让孩子去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 那么在这种的支持和鼓励的经验中 还能够促进分享 所以我们看到既有管束 有这种我们说的规范性的要求 让孩子有一个正规的部分 那么同时另一个部分呢 又有让孩子比较开心快乐 可以自由去成长 去探索的这个状态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能状态 那但是呢 我们经常呢 不会有这么完美的一个家庭 这会是有的 占的是少数 我们绝大多数呢 家里面会出现一些各种问题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行为障碍的发展 我们会否认一些冲突和压抑的感受 在这个家庭里 大家呢 遇到问题容易自我保护 总是先撇清楚 这不是我的错 容易呢 有冲突 然后大家也指责对方的问题 而不是自己去容易承担 然后在这里面呢 大家总是不满意的 抱怨比较多 而真正的愿望呢 会被埋没 没有能够表达出来 而且孩子们呢 可能呢 父母也不是那么喜欢孩子 而孩子也学会了不那么尊重自己 不关心父母 在家庭呢 缺乏这种关爱和温暖之内呢 把自己就投入到了工作和其他事情上 其实那些特别的工作狂 我们除了有特别的这种 有真的是有大怨和爱心的人来说呢 另一方面 他们的这种投入呢 也是家庭情感的缺失 因为不太有能够做到家庭工作完全的平衡 可是完全的投入工作呢 也可能这样我们要打个问号哈 要评估一下是怎么回事情 那所以这样我们了解之后呢 这个是我们特别理想的状态 但是这个呢 是我们很多人 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多多少少出现的 所以我们就会聚焦在沟通上面 我们只有说能够聚焦在我们的情绪 和我们背后一个关于依恋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去化解这种循环 就是这种我们之间矛盾 纠葛纠缠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呢 能够才能更好地去理解 然后包括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脆弱 我们前面上一堂的时候呢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我们愤怒的背后是什么 经常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 愤怒 愤怒的背后是说自己的愿望没有被达成 我们感觉到被人去有意的去欺负了 就是故意的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我们又无力去改变 无能的改变的时候呢 就会容易愤怒 这一点的理解呢 特别的重要 但是这个呢 我们首先要能够理解自己的脆弱 因为我们不是全能的 我们不是超人 不是奥特曼 我们也会有决定 所以我们也会有生气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种感觉到无力无助的时候 那么前两天我的一个个案也是这样 当我们探索了这个部分 他理解了之后呢 说原来我的爱人 我的婆婆 他们也是在那个状态下 他们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在发火 他们真的不是故意会怎么样 原来他们也有他们不行的时候 其实那是在他接受了自己 确实是我自己在这个方面 也不可以 我要去学习和成长 那么当有这样的部分的话 我们彼此能够表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那种在自我暴露过程中 就变得更加的连接和深层的一个部分了 就相当于 我跟大家现在在一种互动的方式 可是你们听到 我讲到的 我生活中的挑战 我那个做得很糗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 跟我在一起连接的很紧了 就更亲近了 因为当我们能够去展现自己脆弱的时候 这样的双方呢 就开始能够更多的亲密互动 这就是我们深层的一个情绪的互动 所以我们就要直面我们的需要和恐惧 那我也曾经分享 最早期的时候 我跟我爱人刚开始最有冲突的时候 我是用回避型的 特点是不说话的 但是我的脸上一定有情绪 那爱人就会问我 你怎么了 那我爱人是另外一种爱容易冲动发火的 我说你慢点是你想说什么 我听得到你说什么 他就容易大声的去讲 那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背后的那个情绪和还担心的这个背后呢 那个我们的需要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要聚焦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呢 是说我们要从局部看到整体 这就是完性疗法特别重要的部分 我曾经处理过很多的案例呢 就是在这里面化解原生家庭的时候呢 特别好用的一个技术呢 我们说空影的技术 那是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记忆中 曾经有受伤害的一些事情 那比如说有一个个案呢 那在他小的时候呢 他就记得他当年呢 其实是因为不同的地方 跟随父母换了不同的 因为工作原因换了不同的地方 回到去国外去读书 然后回到国内的时候呢 他的数学就跟不上了 因为国外的数学教得很弱嘛 国内又很快 那跟不上的时候呢 他就记得那天他没有考好 没有考好的老师呢 就让他上台来拿卷子 他的印象中就是一片的嘲笑声 一片的这种老师的那种贬低的意思 他就特别的难受 难过觉得很小不起 因为他其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 他是一个比较上进 要求学习好的孩子 然后他还记得回到家里面呢 他的父亲呢 就铁青的一个脸正做饭 给他做饭 那他就觉得他躲在那个 另外一个房间里 等到父亲做完饭吃饭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吃完饭的那个时刻 他的父亲一定会远他成绩的 所以那个饭吃得战战兢兢 但是一吃完 果然他的父亲要他拿卷子出来 那他就感觉到 父亲的铁青的那个脸 所以在他汉尖里面 他的感觉到是被同学的嘲笑 有吗 被老师的这种嘲笑 被同学的嘲笑 被父亲的严厉的克责 父亲的那种恐 对他的一种要求 他的记忆中就全部是这样子了 那么当我们回溯到过去的时候 让他去直面了自己的情绪 让他把这个对父亲的那种愤怒 恐惧对同学们 对老师的那种觉得生气 感觉到一种不开心 自己的担心 害怕 都表述出来之后 我们又再一次的回到那个情境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这个百事不爽的经验 那奇迹发生什么呢 这个个案突然觉得 我说那些同学 除了在可能在贬地嘲笑里面 还有什么 他说有些同学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可能也有跟我一样 学习成绩有问题 他在旁边看着 他并没有嘲笑我 还有我的同学呢 他们只是觉得 这个事情发生了 跟他也没关系 他这忙得要下学呢 他这个事情要下学 根本就没看 但是我只是注意到那个部分了 还有呢 回到家 我说你再去看你父亲的时候 其实爸爸挺爱我的 爸爸一个人忙工作 回了家以后 他还忙得给我做饭 而且他是先给我做饭 让我吃好了 才跟我讨论学习的问题 而且说完那个之后呢 其实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 爸爸还给我来带被子 所以我们就容易呢 居然在一个局部的状态 就像看这个图一样 如果只看这个图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个 不成型的圈 是不是 但我们这么凑离出来 往外看的时候 这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菱形啊 一个菱形就开始出来了 所以我们往往呢 只看到一个局部的事情 尤其是跟情绪连接的地方的话 我们会很多的时候 记住那个情绪 特别强烈的那个部分 而往往是负性的 为什么 人有生存的本能 好的事情 我们都忽略过了 因为好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 但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负性情绪的那种 带来刺激的一些事情呢 我们记忆特别深刻 而往往那个记忆呢 又是狭窄的 只记住了那个 让我们不停地回复 不停地重复记忆的时候呢 总是受伤害的那些部分 当然这样的处理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全面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父母也有爱我们的时候 不全然是那个部分 而且那个背后呢 实际上是他担心的 他担心我学不好 跟不上同学 那我会很自卑的 那我会怎么样 那就看到了很多的部分在里面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沟通呢 Satia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 因为这个贡献呢 是一个很简单 直接的让我们看到 沟通模式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种分类啊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 还有别的其他形式 这个形式呢 我会给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我们有五种沟通模式 这个呢是我们从小跟父母 在一起的互动中形成的 然后它有演化到 我们成人的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首先看 我们一个人和人之间沟通呢 实际上有我们自己的部分 也有他人 还有当时的情境 有没有 我们在什么地方 怎么样去发生呢 这是才能构成一个 沟通的三元素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就讨好行的话呢 就会把自己忽略掉 我们只专注了别人 和当时的那个情境了 把自己的需要就放在边 所以我们就讨好别人 那指责的行的话呢 就会是把别人忽略掉了 我才不管你是谁呢 我就是不停的去指责 我只看到了我要什么 和我的当时的情境下 我要实现我的目标 那我们还有一种超理智的状态呢 就忽略了这种情境 把自己和他人都忽略掉了 只看到一个我们说的特别的理性 你和我们的情感都不是去讨论的 那还有一种打岔型的话 就把连情境都忽略掉了 因为它在打岔 我一会儿来描述一下具体的样子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说的讨好行 这是我们一个经常在工作坊里面 现场工作坊的话会带大家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半溃在那里去起跳上面 但是呢 就说这种人呢 经常会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呢 就是我不是重要的 这都是我的错 我在这呢 也是为了让你高兴 然后就去故意的去讨好别人 情感上是特别的经常是渴求的 那个声音呢 也是容易虚弱的 然后容易呢 让我们有这种焦虑和不安 经常会感觉到无助 就是特别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祈求别人嘛 要请别人来帮忙 总是要做一些讨好别人的事情 这样觉得自己才可以重要 然后呢 有时候变得就说 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在工作中会碰到 或者我们家庭生活中碰到 一个经常做老好人的人 就是超级好人 他总是在做好人 这是从上周围的人都开心 都是让别人特别高兴和快乐 但是你能感觉他不是发自内心的 有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 但有时候他经常都委屈 他有委屈 因为他把自己忽略掉了 人最终还是有自己的需要的嘛 然后他内心体验呢 就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但是呢 我们这样的人也没有好的资源呢 是有的 什么样的资源 这样的人是不是容易平和呀 他不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 因为他总是让别人舒服嘛 然后呢 他也比较善解人意 因为他要讨好 讨好怎么讨好 那得知道对方要什么才能讨好啊 那就容易去善解人意 那么他也是有滋养的 因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会舒服 所以我们看到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都不是好事情 是有好有坏的一面 所以我们说讨好型的人 经常是我们绝大多数人 我们都有讨好的这一面 那还有 其实讨好的人都是讨好嘛 其实讨好的背后 我们经常说那个动作的时候 还有这个小指责 因为他的需要完全的被压抑的时候 他没有得到的时候 他就会用抱怨的形式 就这种人特别容易抱怨 他不是说像指责形那样 明确的去说什么 但是他用抱怨的方式去发现 所以你是不是生活中发现 这样的人比较多呀 所以他赞用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当然了 我们说每一个形 我们只是拿这个来区分 人是千变万画的 不是说简单的画到一二三四五的 那才只是说 他可能主要的是呈现是这个方面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上的呈现 好 那我们说指责型的呢 会占了百分之三十 你看这个插的个腰 我们就跟茶壶一样 茶壶嘴一样 那这样经常会说呢 你都是你的错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又犯错了 你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你如何如何怎么样 那总是这样的 责备着吗 我在这我才是头 就是要捍卫自己的地位 要通过这个来表现 我才是社主的那个人 我是说话算术的那个人 而且比较有强有力的 经常会有攻击啊 找麻烦的那些人 有的人他可能攻击性 不是那么强隐形的 但是他经常提各种要求 而且给你找麻烦 还找错 拒绝 就是什么时候 老拒拒绝还指责啊 那像这些呢 其实也是说 我们指责的一些形态的一些表现 那内心的体验 其实这样的人也挺孤独的 像这样的状态下 他有朋友吗 他没有啊 他经常去把别人忽略掉 他是走不进别人内心的 那他没有真正的好朋友啊 他这种是很难的 而且只有当别人听我话的时候呢 他才感觉到价值感 那这样的人 我们前面讲过安全心依恋啊 我们讲过这种自尊啊 是不是他的自尊也比较低啊 并不是很高 他老要去证明什么 老要去争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个生活其实是很有张力的 但是这样的人有好处吗 是有的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不是有能量吗 有张力 所以呢 他呢就会容易有领导才能 是有能量 有爆发的那种人 特别因为是证明一些东西 就冲在了前面啊 容易有指责啊 而且相对比较自信一点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嘛 我是在做主的 而这样的人呢 容易经常紧张 他也容易有头疼啊 高血压 因为他老是在一种积月的状态下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前面那种讨好型的人呢 容易有一些胃病啊 容易一些 因为他指向自己的内在的身体啊 就容易一些这样 皮肤的一些问题啊 胃病的一些问题啊 就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状态来出现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还有超理智的人啊 有15% 有很多搞科技的人 搞技术的人 还有一部分领导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比较多 我们说特别的理性 理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发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不要跟我谈感情 不要谈谁的 谁这里面的感受 我们就说这件事怎么样 我们说这个事情 如何做得更正确 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呢 就放在前面 而把这种融场的一些理解 比如说最近的那个 特朗普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移民 就是他跟移民 把孩子和大人分开这件事情 引起了大家的 特别大的反省和激烈 那么他在做那个决策的时候 是不是就特别抽理智啊 他就认为这个事情 你们都进来了 跑到我们国家来 影响了我们国家的一些东西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不得把你们分开 这从理智上来说 它是没有错的 对吧 这确实是你 你跨越了你一个难民 你跑到人家在 但是他就忘了情感的问题 就忘了 所以引起了公众的 特别大的反击 说这个你还有人性啊 哪有把父母和孩子分开的呀 那就激起了大家的 非常大的这种反应 那要从 只从单纯的理性来说 因为他是个商人啊 大家别忘了 他是个商人出身 为什么他做的有些东西 我们觉得不可理解 那就是一个商人 他时刻的知道 自己的目标和目的 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 那所以他的套路 经常让大家要磨不着 好 那我们的情感的层面的话 这样的人呢 他就会容易 让自己也是 我时刻要保持冷静 我要不付出 不付出一切的代价 去完成这个目标 那他们也容易成功 容易在事业上去的成功 因为他特别的理性 理性的处理一些问题 眼睛盯着那个目标 但也同时呢 容易特别的僵硬 那么他的行为是僵化的 理性的 而且有强迫的 这种重复的一些特点 那这样的人呢 容易呢 有一些我们说的 心脏科的一些疾病啊 然后癌症啊 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类型啊 因为他太强调 这种僵化性 强迫的一些特质 会出现了 感到孤独和脆弱 因为觉得不被人理解 那么他们当然有说法说 我身在高处不胜寒嘛 我就是因为 我这个成功和成就 一般人不好去理解嘛 但是这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说资源这个部分 我是特别想让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 那些是不好的部分 但是同时任何事情 他都有带有优异的部分 就这样的人经常 是不是因为理性 是不是特别有才能啊 就他的智慧上特别好 他特别讲究这种知识 注重细节 而且他的目标是攻坚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很多的领导人 还是骗超理智的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理性和客观 去带动问题 但是完全的超理智 这个公司也经营不好 像马云同学 为什么事业金那么大 他有很多感性的东西 是吧 但如果只是纯超理智的话 人们就跟他隔离了 比如说我们说的 苹果的乔布斯 那早年的乔布斯 不就是这样吗 他真的是完全隔离的 所以都觉得 他是个暴脾气 都觉得他是一个完全的 跟大家没有什么的 只讲究我怎么把这个材件零件做好 我怎么把这个外观做好 你做不好 我立刻就把你批掉 根本不管你是否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不管你是否真心也想做好 所以他也曾经被苹果扫地出门 也是因为他这个部分 但后期的他又回归 他又去修正 去做禅修 去正念 去调整他这个部分 慢慢的又回来 所以超理智的人 他们都是蛮是有才能和质量的 但是这样的人 我们说这也是一个不太理想的沟通方式 因为他只中了完成目标 这样一个角色 他们自己 你看最后乔布斯也是生病的 最后癌症很年轻 去世非常可惜 那还有一种人 我们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生活中 遇到一些事的时候 这个人就爱打菜 就是你跟他讨论事情 他不就毕重就轻 他不跟你正面讨论 那就是说的是开始说别的 那都会讨论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这我们就说 经常找一点无关中央的东西 在当众的话题里 好像给大家当个小丑 避开 说其实这样的人是混乱的 因为他连当时的情境都不去管了 只考虑到了这些方面 做事情经常会打断别人 不合时宜的一些情境 就会去发生 所以这个我们是要看到 他们的内心 其实是特别的孤独的 最没有能量的一种 最没有能量的一种状态 就是这样 因为他连自己他人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他们要通过不断的打断 去获取注意力 我们有时候 是不是也被那些小丑们 就是那些特别弱的小孩 就容易扮演这种状态 就是让自己假装 让别人觉得可笑 让别人觉得 这个时候才能获得一点 被关注的这种感觉 那么资源 也是这样幽默 比较自发的这种状态 创造力 大家有没有看我们前面 给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四兄弟 那个老四经常就有这种现象 就大家就摸不透他 不知道他干嘛 因为其实他也不定性 因为他前面有三个 太强悍的哥哥了 到了他出现的时候 所以他爸爸的评价 就是老四是最主要摸不透的 那么他经常也是给大家 磕个结巴呀 说个相声 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没有那样能量吗 不完全 你看老四在最后的时候 给他老大出事的时候 是老四出的主意 才把老大的事情摆平 就是有一个那个 他老大出了车祸 别人要讹诈的时候 那还是老四的主意起了作用 所以这样的人身上 有个什么好的特点呢 他特别容易幽默 因为而且呢 特别有这种创造性 好玩 他有弹性 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质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似乎我们身上 哪个部分也有点吧 不是那么全然的 只有一个 这是对的 我们身上可能有其他的部分 而且在这个中间呢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个案也来说 我怎么有些事情想不通啊 我怎么觉得 我一定是那样就不好吗 不是的 其实我们通过学习和了解呢 我们看到了 首先每一个里面 他有他负向的一些表现 但同时他有正向的资源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记得我们说的是 三个情境的问题 情境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致性的沟通 但是我们一致性的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也经常学的 真正的去学明白以后 就是说 我们以前呢 很多时候是非意识层面的 就自动化的去讨好了 自动化的去超理智了 自动化呢 可能我们就去做了这种指责啊等等 那但是呢 我们会学习什么 有效的应用 比如说当我们能够真的了解这些部分以后呢 对自己更多的明白之后 我可能在跟领导交往的过程中 我就故意的去讨好 或者我跟我爱人过程中 我为了当时那个经过缓和 他对方需要被讨好 那我就要去讨好 但是呢 我可能去 比如说我去维权的时候 维护我的一个消费的权益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去指责咯 还有我处理工作的时候 我就要更多的利用我的超理智 那在一个大家都在玩的过程的环境下 那我可能就应用我的大叉 我就去幽默的那个部分发挥出来了 那我们就会有效的应用 而不是像原来不自知的 就去用了我们适应的模式 那个就会影响我们的功能 这个学习是这个点在这里 那我们说的一致性沟通呢 这比较少 但一致性的沟通呢 你看是一种开放的姿态 就会把这三个都考虑进去 这个是我们觉得 自我成长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跟别人沟通表达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带着这种感受和期待 我们也会跟别人去分享 会分享我们的情绪 这件事情呢 哦你是这么想的呀 那么你这么是这样去说的话 我是感受到有难受的 那么我期待的是什么样 我希望我们俩能和平的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看到了 好像我刚才我也很抱歉 刚才我的语气我有点着急 让你生气了 让你感觉到被冒犯了 可能他也能看到别人的情绪 那也会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呢 我们两个人要想办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决定达出来 所以把情境呢也能考虑进去 就是能够干到自己的情绪想法 别人的情绪想法 而且同时呢 会有目的性啊 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样的资源就是我们的自我觉察能力比较好 然后也能比较负责开放 然后关怀自己和他人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学习的是了解之后 我们要经常学习转换这种生存的一个状态 就是学会去觉察 觉察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我们是那个部分是常见的 像我自己就是讨好性原来是比较多的 那现在学习的更多的也有理智啊 有学会一致性 所以我们更多的尤其在亲密关系里面 我更多的用一致性的表达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看那些灾难化的一些想法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看看我们增加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去提升自己的那部分自尊 而不是要靠别人 我们看到对方呢 经常用什么样的模式 比如说我爱人就喜欢用指责 我呢是用讨好 所以我们俩经常以前是这样搭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可能在有些情境下 也自然的会有这种反应 但是这个反应之后呢 很快呢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么怎么转换呢 我们特别给提醒哈 那对于讨好型的人来说呢 就要多做一些自我觉察 然后充分的去体验自己的价值和平等性 那么我的自信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我那部分讨好就越来越少了 那它就不会成为我一个压力状态下 我们说的这四种类型呢 实际上我们说的是压力状态下的表现 我们平常呢 可能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平常可能都会灵活应用更多一点哈 我们说的压力情境 所以在压力下呢 我们现在也不会说 天然的反应是讨好了 而是更多的用一致的表达 或者我就根据当时的情境的需要去表述了 那对于指责行来的人呢 我们要对他人去觉察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迫害关系的 你很难有很好的亲密关系 那么将自己的空虚呢 转变为对自己的确认和材质在一起 同时呢 我们对于打岔的人来说呢 我们可能觉察的东西要多一点 但是用用我们的创造性 运用我们的原来的这种优异的部分呢 去释放我们那种灵活灵动的部分 去更多的去跟别人呢 连接和这个环境的互动 它连接起来去发挥好更好的能量 所以今天呢 这一讲呢 我们分享的是说 我们要去沟通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家庭中 尤其是跟原生家庭 和我们父母互动过程中呢 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 有机会 大家如果来工作坊的话 我们经常会去分享一下 你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沟通模型 你自己是什么的模型 然后你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模型 你现在的爱人是什么模型 当我们理解明白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去互动 这个沟通舞蹈是怎么发生的 那在这个之间 我们就会学会 我们更好的去转换我们的生存姿态 然后用更一致性的方式呢 去表达 或者是我们灵活的 再根据那个情境 有意的去应用那四种方式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顺畅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沟通的角度 我们看到情绪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沟通的角度呢 去看到我们原生家庭中的成长的一些力量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我们明天见